日后秋为放榜 学子们早早就围了过去 第一名则是曾经想用美男记的于太傅 嫡孙于秋白 第二名就是这个叫七月的少年 两人的财情学识都算得上是实至名归 在七月高兴自己中了一甲二名时 沈仲景也悠悠感叹 公子中了榜 想必家中双亲与兄长都会很高兴吧 古人言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反之一人惹祸 全家遭殃 七月听出了他的声音 眉头顿时骤起 沈大人何出此言 沈仲景懒洋洋的往前走 皇城帝都天子脚下 若是行差踏错 或许便是万丈深渊 至上次客栈不欢而散后 七月对沈仲景的印象很不好 如果可以都不想搭理 沈仲景目光落在路边摊上一根流金簪子 这簪子好像很适合你 七月心里一咯噔 难不成是被发现了 故作镇定 回应大人说笑了 大丈夫怎能带这种发展 沈仲景摇了摇头 带着几分叹息 七月呀七月 你蛮常人不要紧 瞒了陛下 可是欺君之罪 七月脸上一变 学生凭本事考取公民 如何算是欺君 沈仲景文言失笑 直接点名了 身不得男而身 心却比男而裂 是个金国的材料 我们还是边吃边谈吧 七月看着爱吃的牛肉 已经没有胃口 没想到 还是被大人看出来了 学生的确是女而身 沈仲景淡笑 那你有何打算 七月想了想 大不了不要公民了 打到回府总降了吧 沈仲景声音闲适 迟了 肉已经在碟子里了 即便拼成一头牛 也了无声级 七月皱着眉 陛下也是女儿身做了皇帝 我连功名都考不得吗 说到女皇陛下 沈仲景神色严肃 陛下继位名正言顺 可你却有可能功名无望 甚至连累七家上下 七月火气直接爆发 不要说了 你早就知道了 我女伴男装科考 偏偏这个时候来威胁我 真是个狡诈龌龊的老狐狸 上次拒绝了你 你还是打蛇随棒上 简直是甩不掉的狗皮膏样 沈仲景叹了口气起身 行吧 紧张的呼吸都有些不顺 站住 沈仲景转头 看他无奈地笑了笑 敢对朝廷命官如此无礼 实属罕见 七月心头恼怒至极 认定沈仲景就是个无耻小人 可眼下命在旦夕 他实在没骨气 继续跟他应来 便放软了语气 沈大人到底想要做什么 起码让学生死个明白 沈仲景按笑在新政策回应 你女伴男装来参加科考 乃是弥天大远 为了防止事后你被追责 于是本官早陛下说了此事 尚未入室的小白兔 哪扛得住沈仲景的套路 渐渐地有些改观 再说 欺君之罪 可是要掉了脑袋的 说不怕都是假的 沈仲景又成胜追击 陛下希望提高女子地位 要从科考开始 你这女伴男装的举动 倒是正合陛下心意 七月自身也明白 若是以女儿身参加科考 怕是连自家的门都出不去 方才是学生不好 不该对大人不敬 大人心细如发 非但不怪对学生 还如此用心良苦 七月真不知如何谢过才好 不用谢 能帮到陛下比什么都强 女子开科阻力重重 若是你被发现 就难上加难了 不如先随我搬去神府 再徐徐徒之 七月文言总觉得哪里不对 想拒绝 可好像又犹不得自己 另一边九华殿 扶仓匆匆进来禀报 暖暖 周少来了 说是来给陛下送一百万两银子 楚清皇文言咧嘴轻笑 那还等什么 宣他敬见 周少已经接任了周家家主之位 比起三年前多了几分沉稳 恭敬行礼 参见吴皇万岁 楚清皇目光落在他身上 淡淡开口 周家主别来无恙 这是镇的镇宫皇夫扶仓 周少低眉 草民知道皇夫大人不但是镇宫 更是女皇陛下唯一的夫君 草民参见皇夫大人 扶仓紧盯着周少 那是看情敌的眼神 楚清皇挥了挥手 平身吧 怎么突然来了皇城 周少表面说着 能为稀奇未来栋梁 添些笔墨之姿 是自己的福气 实际他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来看看楚清皇 敬献一些银子 表表自己的一片赤城忠心 扶仓像是看出来了一般 冷漠开口 周公子继任了家主之位 还是要顾及家中产业 送银子的事情 交给管家就是了 周少抬眸看着扶仓 皇夫大人说的是 心里却有些不平 女皇陛下九五之尊 就是为了你放弃整片后宫 男人最懂男人 扶仓从周少的眼神 就看出 寄予自家暖暖 就像护士的小兽 紧盯着周少 楚清皇当然也发现了 微妙声音淡淡 周家主亲自将银子 送到皇城不容易 你有心了 周少还是一贯的千功 姿势体大 为了不必要的差错 草民跑一趟也是应该的 扶仓心里暗骂了巨马屁鲸 看着周少开口 周家家主家大业大 想必不少事物缠身 既然钱送到了 还是快些回去吧 周少淡笑 草民仰慕京城繁华 打算小住几日 万一陛下有什么需要 也可笑全马之劳 扶仓又故意宣示主权 周家主说的对 我家暖暖 的确没少为建设 稀奇劳心劳力 跑江湖做生意的周少 最熟练的 就是面子化 一套一套的帽 楚清皇沉默地听着 二人看似表面十分和谐 内心早已针锋相对的心声 暗叹男人吃起醋来 也是这般的幼稚 扶仓心里就不明白了 事情办完了就赶紧走 难不成还想留下来 跟我家暖暖一起用膳 周少装不懂 本来他就是用送银子 这个借口来看陛下的 即便皇夫再不愿意 也不好找我的茶吧 最终还是楚清皇 为了安抚扶仓的醋意 开口下逐客令 周家主 朕还有许多事要处理 没别的事 你就先退下吧 毕竟楚清皇有毒心术 自然知道周少对自己的心思 既不能纳入后宫 这个时候就不能装傻 见周少磨磨叽叽不愿离开 扶仓挺得挺腰板 莫非周家主 还有别的东西要呈上来 周少看了眼扶仓 才不甘地拱手告退 周少离开之后 扶仓低声嘀咕了句 这家伙单单有非分之想 楚清皇一磨 你怎么知道 扶仓不高兴地哼了声 他看你的那种眼神蛮不过我 蛮暖 他是不是真的有非分之想 另一半在吃醋 最好的方式就是装傻 楚清皇挑着扶仓的下巴微微一笑 他是怎么想的来着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又捏了捏扶仓的脸 你是正宫皇夫 要心胸大度 不要与自己的子民一般见识 扶仓多了嘟嘴 他寄予帝王 那就是刁民 楚清皇手上动作 诱重了众宣士主权 整个稀奇都是正的 这天下所有人都可以为我所有 包括他周上 扶仓文言 弯腰把楚清皇抱了起来 天下是暖暖的 但暖暖是我的 楚清皇威亚 你要干什么 现在可是光天化日 扶仓抱着人往内殿而去 可以夜夜升歌 自然可以白日宣迎 楚清皇也由着他 毕竟消灭醋意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 一个时辰后 楚清皇靠在浴池里懒洋洋地问 醋意消了 扶仓撩水伺候 他喜悦强调自己没吃醋 暖暖说过 正宫皇服要大度 而我是个听话的好夫君 可下一秒楚清皇 就听到了扶仓愤愤的付匪声 有钱怎么了 暖暖不同意 还不是得乖乖滚蛋 九霄阁有的是钱 只要暖暖想要 你周家算什么 再不计我随便接个任务 都有几百万两银子 一百万两也敢白普 楚清皇感觉自己 像是泡在了醋坛子里 喊了声扶仓 扶仓抬眸 就对上楚清皇含笑的双眸 下一世说我真没吃醋 楚清皇憋着笑嗡了声 我相信你 扶仓想起自己的付匪暖暖 都是能听见的 俊脸刷得通红 你又取笑我 然后赶紧转移话题 电视快要到了 暖暖打算怎么安排这些人 楚清皇但笑 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朝中正式用人之际 不少地方都有空缺 说起来 沈仲景求情的那个女考生 也在榜上呢 另一边沈府 沈玉使得知自己的儿子 带回来一个少年狼气的脸色甜青 天天催促你 澄清你不听 你还带个少年回来 朝廷命关于榜上举子私下来往 那是结党营私 是重罪啊 你马上把他送走 沈仲景护着七月 态度很强硬 那不行 我好不容易把他弄来的 沈玉使气得横眉怒眼 抬手一掌就要挥过去 我打死你这个逆子 沈仲景也有武功在身 轻松躲开 父亲息怒 女皇陛下知道此事 我请示过了 沈玉使激动的情绪 被这一句话抚平了 原来陛下已经知道了 那就没事了 沈仲景恩了声 那我就带他到偏房住下了 沈玉使下意识答应好 随即反应过来不对 儿子明显有小算盘 臭小子 你在打什么主意 咱们家房子那么多 为什么要离你的院子那么近 沈仲景叹了口气 父亲放心 孩儿只是替陛下提前把把关 了解一下这位学子的品行与学识 沈玉使听到这句话 若有所思地打量起眼前眉目清秀的少年 所以是陛下看上了这位少年 沈仲景想想 女官肯定是要跟在女皇陛下身边做事的 便回应算是吧 孩儿也觉得她很不错 七月这个小白兔 见证了父子俩的唇枪舌战 好想问一句 现在离开神府 还来得及吗 一月住进沈家一室 被有心人恶意猜测造谣 沈仲景和七月瞬间陷入舆论漩涡 每天弹劾的奏折 楚亲皇根本看不过来 于是楚亲皇又召见了沈仲景 荆科考官与榜上的举子 住到一个院子 这是什么罪 不用正告诉你吧 沈仲景恭敬回应 臣犯的是结党淫私之罪 楚亲皇神色凝重 不止吧 还有以权谋私吧 沈仲景利落地跪在地上 陛下明鉴 臣之罪 楚亲皇默了默 让那个七月进宫一趟 朕有些事情想问问他 沈仲景心里一咯噔 帮忙求情 陛下是要治他的罪吗 臣并非有别的企图 只是觉得他很有趣 希望陛下能宽容些 楚亲皇故意为难他 七月女扮男装七军网上 朕没马上治他的罪 你还要朕怎么宽容 沈仲景知道李亏 连忙低头请罪 臣不是这个意思 臣愉悦 请陛下降罪 楚亲皇挥了挥手下去吧 人走后 扶仓从内殿出来 沈大人这是动了烦心 真看上那个叫七月的了 楚亲皇想想满天飞的谣言 觉得沈仲景的婚事 也不用急了 八九不离十 被弹劾成这样 还要护着人家 前几天还说不取气 这算七军了吧 胆大包天 一点分寸都没有 不能就这么便宜他 让七月到宫里 历练一段时间再说 扶仓恩了声 沈仲景居然惹暖暖生气 那就绝不能放过他 这次弹劾 让他自己解决 解决不了 就罚他去边疆修城池 让他一辈子都见不到七月的面 楚亲皇欲杰的心情消失 捧着扶仓的脸缓缓开口 扶仓你变了 你以前折磨人 只知道用刑 现在学会用刑了 扶仓知道这是对他的夸赞 嘴甜的回应 都是暖暖的功劳 楚亲皇看着他漂亮温讯的脸 心头一动 越来越会说了 今晚赏你侍锦 扶仓直起楚亲皇的手亲了亲 是 能得陛下宠幸是臣的福气 这边沈仲景回到神府 便找上了七月 七月不安的盯着沈仲景 陛下召见我干什么 你是不是向陛下告我状了 沈仲景叹了口气 语气有些无奈 我怎么会告你的状 树大招风 你住在我家 遇事弹劾 所以陛下才要召见你 七月闻言 语气有些冷 若沈大人不来招惹我 不强迫我住进沈家 哪会有如今的境况 再说 陛下不是知道吗 沈仲景确实理亏在先 但是该辩解 还是得辩解 总不能让自己未来娘子误会了不是 陛下毕竟只是听闻 如今城中谣言四起 自然要眼见为实吗 七月闭了闭眼 谣言四起 还不是因为大人行事夸张 才引起了误会 沈仲景好脾气的引导 七公子有情绪我理解 但当务之即是进攻面胜 总不能让陛下等你半天吧 七月沉默下来 气势忽然间就弱了 我不去行不行 我一去就全露馅了 大不了这功名不要了 恢复女装打扮 打到回府 沈仲景盲摇头 那可不行 你一走了之 女皇陛下跟我要人 我找不到 那就是欺君之罪 此次因七公子女伴男装而起 解灵还须记灵人 七月并非无担当之人 闻言便放弃逃离 那我见了陛下 应该怎么办 沈仲景心里暗笑 小白兔逃不了狐狸找的 表面很从容 陛下喜欢有上进心的姑娘 始至报国的决心 正所谓 谁说女子不如男 金国不让须美 陛下会宽容你的 七月还有些狐疑 这样就行了吗 沈仲景自信点头 你不是故意欺君 又诚心想做个女官 应该不成问题 七月心下还是有些狐疑 只慷慨激昂地说几句话 欺君之罪 就这么容易过去了 未经逝世的七月 怎么会是沈狐狸的对手 被他忽悠一通 跟着一起进了宫 路上七月不受控制的一阵忐忑 陛下会不会打我板子 沈仲景失笑 为什么会打你板子 别自己吓唬自己 女皇陛下有威严 但是不会乱罚人 放心吧 不用怕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况且还有我呢 七月表情有些复杂 这几天来 一直让自己厌恶的沈仲景 此时居然成了唯一可以依靠的 元宝笑着出来传话 可以进去觐见了 沈仲景刚抬步 就被元宝拦了下来 沈大人 陛下只召见七月 您还是在这儿候着吧 沈仲景也只好留在外殿 七月煞事觉得有些腿软 下意识地转头 看向沈仲景 不会吧 我一个人去面圣 七月进宫面圣 沈仲景除了科普 注意事项 还身体力行的陪同 可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让他在殿外候着 七月只好大着胆子 走进了九华殿 原以为会有很多伺候的人 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 进去才发现 陛下的行宫是这般的安静 果然与通常帝王不同 七月心里震撼 跪下行了个标准的参拜大礼 楚清皇抬眸看了看 跪近一点 七月不自主地颤了颤 心想离境了 女儿身就更容易暴露 要是自己有飞天顿术就好了 亦友不对 逃之夭夭 可此时 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几步 楚清皇听着七月的心声 在心里淡笑 能让沈仲景动心的女子 果然是有特别之处的 表面故作威严的冷尘 你就是七月 家中还有什么人 七月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回陛下 草民就是七月 草民双亲健在 还有一个兄长 楚清皇语气淡淡继续询问 兄长也读书 女皇陛下的威压 让七月不自主地攥紧了手 兄长只能算得上十字 学识并不高 楚清皇淡淡看着七月 那你如今榜上有名 倒称得上光中耀祖了 七月定了定神台谋回应 草民不为功名利禄 而是希望实现自己的志向报复 为百姓做一些事情 楚清皇恩了一声 还有吗 七月听不出女皇陛下的喜怒 自己忐忑出了一声冷汗 心里嘀咕 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沈大人也没教过 难道陛下看出来了 对了 陛下喜欢有上进心的 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稳 草民也是仰慕陛下 敬佩陛下的心胸魄力 愿意为女子自强 尽一份绵薄之力 楚清皇闻言神色淡淡 女儿当自强 解释解释这句话的意思 七月实在不懂陛下 对自己的喜怒 心里承受不住这种忐忑不安 索性坦白从宽 草民女扮男装 参加科考 此乃欺君之罪 陛下能不能不杀我 我我还年轻 暂时还不想死 楚清皇听到这话后 神色终于缓和了起来 既然知道是欺君之罪 还敢明知故犯 七月战战兢兢辩驳 草民之罪 可女子没有参加科考的资格 如果不女扮男装 草民这辈子 都不会有机会见到陛下的面 陛下如果要杀我 能不能饶了草民的家人 求陛下恩典 楚清皇见他吓得够呛 人也坦白从宽了 便不再故意 端着声音温和了些 谁说要杀你了 自己拿个凳子坐过来 坐下说 朕瞧着你 确实是个有趣的姑娘 朕不会杀你 也不会牵连你的家人 不要担心 上一秒还是生死攸关 下一秒就是有惊无险 七月有些猛 谢女皇陛下 陛下早就知道了 草民是个女子 楚清皇恩了一声 科考时沈仲景 提前替你求了情 说你有苦衷 劝朕惜才爱才 七月着实没想到 沈仲景那么早 就识破自己女儿生 还替自己求过情 楚清皇听了七月的心声 决定帮沈仲景助攻一把 欺君之罪 自然不能轻易饶恕 不过 既然沈大人愿意性命担保 朕倒是愿意给他这个面子 七月文言一呆 心想沈仲景 明明就是个诡计多端 阴险龌龊的奸诈小人 居然会以性命 替自己担保 还做好事不留名 看来是自己浅薄误会了人家 楚清皇从容喝了口茶 掩盖笑意 付菲沈仲景在七月心里 是这么一个印象 什么时候 才能把姑娘娶到回家 做人有些失败啊 又扭头看向七月 朕一直有让女子 入朝为官的想法 不过万事开头难 既然你女伴男装入了朝 学士也不错 待电视之后 就到朕的身边做事吧 七月连忙跪下谢恩 也表示自己一定用心效忠 绝不会有二心 楚清皇最后敲打了一下 朕并不担心 你有其他心思 只要你命够硬就行 若没有其他事 就退一下吧 七月又惊出一身冷汗 草民不敢 草民告退 他一出店 沈仲景就过来 问他怎么样 陛下没有为难你吧 七月看着眼前 这位斯文俊秀的沈大人 心情有些复杂 微微摇头 陛下的确如沈大人所说 很宽容 说起来 沈大人肯用性命 为学生担保 学生真是无以为报 沈仲景一刹 你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你向陛下 承认了女儿身 七月点点头 我自己说了出来 感觉轻松多了 本就是戴罪之身 与其提心吊胆的怕人知道 倒不如痛快承认 沈仲景只觉得 七月周身放着光芒 不愧是女扮男装的举子 如此胆量 果真与寻常女子不同 我的眼光真好 七月又郑重地 朝沈仲景失礼 多谢沈大人 在陛下面前替我说话 学生此前对大人多有无理 还望大人不计小人过 学生感激不尽 沈仲景连忙搀扶 本大人不要你的感激 如果你实在过意不去 就以身相许吧 本大人家中缺个妻子 七月突然觉得 自己对沈仲景的评价 也没有错 我把你当恩师 你居然想睡我 见女皇陛下 七月得知了沈仲景的良苦用心 改了官后郑重地道歉 却不想沈仲景 直接告白缺个妻子 让七月以身相许 七月脸色冷了下来 转身就走 学生只当大人是在说笑 还是不要再提了 沈仲景快步跟上推销自己 本大人可是认真的 虽出身数子 但朝中也算小有实权 庇护你是没问题的 这些年 本大人结身自好 至今连姑娘家的手都没牵过 院中更无妾室通房 以后也必定能做到 对妻子一心一意 绝不在外面拈花惹草 七月脚步微顿 神色认真 学生女扮男装入室 不是为了男女私情 而是要做一番大事业 学生对婚事不感兴趣 这辈子都不打算嫁人 沈仲景定定看着她 而女私情和仕途 其实并不冲妥 七月也袒露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想法 嫁人对女子不公 相夫教子 侍奉公婆 传宗接代 我不想一辈子被困在宅内 做个依附于男子的规格妇人 沈仲景文言笑了笑 你放弃仕途上前侍奉 我是认真的 你可以仔细考虑一番 无必忙着拒绝 七月有些不敢置信 沈仲景的开明 他所说的这些 也确实很诱人 可男人的承诺 有几个是靠谱的呢 他只能先这样印下 那我考虑考虑 等电视之后再说吧 沈仲景点点头 电视之后 如果你愿意嫁与我为妻 我们就把婚事办了 若是你不愿意 本大人就告诉全城的人 我心愿你 这辈子非你不娶 七月本就微红的脸 直接爆红 我还没答应吗 你又威胁我 皇城内谁不知道我是男子 你不怕被人骂断秀吗 沈仲景狐狸眼 弯弯耸了耸肩 不怕 本大人知道 你是个女儿身就足够了 人活一世 最要紧是开心 小白兔哪里招架得住 狐狸的公事 七月深吸了一口气 我要准备电视了 转身拂袖而去 心里暗道沈仲景不可理喻 却没注意到 自己有些心跳紊乱 一日后 在女皇陛下 和满朝文武官员注视之下 于殿外广场 进行了一场 无比公正且严酷的考试 当庭阅卷 当庭平文 最终女皇陛下 清点考生七月 为荆轲状元 于秋白为榜眼 陆身为炭花 这个结果 让满朝文武的目光 再次聚集到七月身上 这怎么可能呢 于秋白竟然只是榜眼 到底是什么文章 能力压世家 学子一头 楚清皇将大臣们 明面上和暗地里的话 都听了去 是以元宝 将考卷传下去 于秋白的文章 固然精妙 七月的文风一样 字字出击 而等若有一律 一看便知 大臣们看后 瞬间明白 七月为什么能得到壮业 文采虽然出众 但真正的原因是 投其所好 写到了女皇陛下的心函 心胸格局 也不比于太府之孙差 忽然想起 女皇陛下 曾经在殿上提过 女子入室为官的事 陛下不会真的打算这么干吧 那我们以后要与女子为伍 同朝为官 大臣们心塞极了 可最终一致决定 陛下说什么就是什么 跟陛下叫板 可没有好下场 楚清皇定了官职命元宝 当众宣旨 和三年前一样 荆轲一甲 三明治御书房 听政历练 电视过后 宫内又迎来了 小公主锦鱼的抓周理 除了女皇陛下和皇夫 以及几位宗亲王爷之外 朝中几位重臣也都到了 长长的岸上 放着各种 代表着寓意的物件 有玉玺 奏折 算盘 波浪鼓 玉佩 还有几件漂亮的首饰 扶仓把一岁的小锦鱼 放在桌上 乖女儿要争气 抓个玉玺回来 锦鱼抓起波浪鼓 好奇地看了看 惹得大臣们会心一笑 按道 长公主到底是个孩子 都贪玩 然而 很快锦鱼把波浪鼓放下了 摸起了玉玺 弄得大臣们一阵心惊肉跳 一会儿又放弃了玉玺 玩起了珠宝首饰 楚清皇满眼宠溺 拿什么都行 只要他喜欢 没过多久 众人就见小锦鱼 猛拽扑在岸上的绸缎 所有的物件 齐齐滑到了中间位置 大臣们连忙走到桌前看着 生怕什么珍贵物件被磕坏了 楚清皇笑着开口 不必紧张 让他自由发挥 打断了大臣们 试图阻止锦鱼的意图 而小锦鱼来回几次 把所有物件收缩到一起 直接打包了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小公主这是都要了 楚清皇也差一爪失笑 朕的女儿可真是贪心啊 福仓伸手抱起女儿 高兴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锦鱼真是好样的 心怀天下 以后必然也是个 盛名无双的女皇 在场的大臣们 脸色都变了 女皇陛下和皇夫 这是想让下一任也是女皇 那几十年后 西齐会不会直接变成了 女尊男卑的国家 公主抓周里 抓了整个天下 楚清皇和福仓 都被女儿的威武霸气逗乐了 可大臣们却胆战心惊 楚清皇直接忽略 他们的心理想法 当即宣布 立谨于为储君 无而生来就是王者 注定这辈子主宰天下 必能让西齐更繁荣昌盛 大臣们各个目瞪口呆 前有七月 抑郁提高女子地位 让女子入室 如今公主抓周 抓得天下在手 西齐简直在朝着 女尊男卑的方向 策马奔腾啊 不行不行 我们必须为男尊女卑坚持 大臣们齐刷刷地跪了一地 陛下三思啊 楚清皇气场全开扫了几人一眼 怎么 你们是觉得 女子不能做皇帝 大臣们被女皇陛下 冰冷的话语 朕的冷汗直冒 难得心口统一 臣等不敢 楚清皇俯视着眼前的大臣们 直接拍板 朕能做好这个皇帝 朕的女儿也一样可以 谁敢反对 朕霸了谁的官 不管你们对储君一事 抱着什么看法和担忧 来日仅于若有朕 这般魄力和能力 朕哪怕顶着天下 所有人的反对 朕也会坚持让他为帝 若他不堪造就 不是帝王之才 朕会令令储君 各位不用过早的担心 三年来 女皇陛下帝王威仪 越来越强烈 大人们倍感压力 无数让女皇陛下 收回成病的办法 全都说不出来 只好高呼吴皇圣名 回寝宫时 楚清皇端向着 怀里小锦鱼的小脸 锦鱼好样的 真有为娘的风范 这地位就是专门为你留的 扶仓看着母女俩 眼底尽是温柔 他们大概是忘了 陛下是如何得了地位的 时至今日 还敢推为阻挠 楚清皇抬眸看他 立处算是暂时定下来了 接下来 我打算带着锦鱼 跟你回一趟严国 扶仓有些讶异 没太懂楚清皇 下一步去严国 有什么含义 楚清皇轻轻一笑 再怎么说 你也是严国的王子 回去看看是应该的 扶仓瞬间明白了 叹了口气 我知道暖暖疼我 但是我从小 没在严国长大 也没什么感情 楚清皇摇摇头 不管有没有感情 严国王上和王后 都是你的爹娘 我们去拜访一下 也是应该的 扶仓想了想 恩了声 那就听暖暖的 楚清皇瞄了他一眼 听着 好像还不情愿的样子 朕如此恩宠于你 你该如何表示 扶仓露出满含深意的笑容 今晚事情 十八般姿势 任由陛下蹂躏 楚清皇微皱眉 当着女儿的面 少说这种婚话 四日 七月正式进了御书房 跟于秋白和陆深 一起成为新的御书房参政 沈仲景私下告诫七月 前三甲入御书房参政式惯例 认真做事 不要浪费机遇 七月关袍 加深望着他点了点头 多谢大人提点 沈仲景笑问我 之前跟你说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七月下意识反问什么事 看到目光灼灼的沈仲景 忽然想了起来 学生出入官场 当以公务为重 而女思情荣厚在意 沈仲景哪能任他忽悠过去 都说成家立业 自然是先成家后立业 七月拍开沈仲景的手 大人没有成家 不也成就了事业吗 你可选择的女子其实很多 不必非得 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并不是妻子的合适人选 沈仲景神色认真 帝都侍领女子很多 但她们都不是 在泽七这件事上 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心的 我不需要相夫教子的规格女子 愿意给心悦之人绝对的自由 你没有准备好 我也能理解 只是希望你有空多想想我 别敷衍我 我岁数也不小了 七月得知沈仲景25岁后 笑得有些意味不明 那确实不小了 大我8岁 都可以做我叔叔了 怪不得一直催我 原来是担心老了 没人要 沈仲景一时无言以对 想自己正值青春年华 可面对七月 好像也找不到此反驳 七月察觉到某人的情绪回了头 这件事我会认真考虑的 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不要有事没事 就到我跟前溜达 这样影响不好 说完 七月就准备离开 沈仲景觉得追气有望点点头 可以 那你要考虑多久 给我一个明确的时间 七月想了想 三个月吧 沈仲景很痛快地印了下来 好 那我就等你三个月 看着七月的背影 又自言自语了一句 若是三个月后 你还是这般态度 我就只能请陛下赐婚了 忽然身后一个 带着几分调侃和细血的声音响起 你看上他了 放着那么多女子不喜欢 怎么偏偏喜欢上了一个少年狼 沈仲景转头看着 不知何时出现在狼上的温战眉梢一条 你眼神有问题 我就喜欢少年狼 怎么了 一晃多日 沈仲景仍然是一有机会 就会过来找七月说话 总让人觉得 沈大人醉翁之一不在酒 陆深实在忍不住低声提醒七月 七兄 沈大人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癖好 七月女儿生还没有完全暴露 被问的有些尴尬 她不是有什么奇怪癖好 陆深狐疑的盯着七月脸上的红玉 七兄不会也是 七月连忙摇头打断她的猜想 我很正常 绝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癖好 心里在狂抓沈仲景这只狐狸太卑鄙了 她就是故意的 再这样下去 不是暴露女儿生 就是明节不保啊 沈仲景疯狂追妻 但是落在其他新秀眼里 却看成了断秀之痞 七月很无奈的解释 陆兄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陆深见七月并不反感沈仲景 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默默的拉开距离 七兄 我们还是保持一定距离为好 免得沈大人误会 七月忍不住骂了句 沈仲景你这个混蛋 于秋白和陆深目光 带着几分探究 看着七月都直呼其名了 他俩断秀恋 还能有假 绝不能将后背交给七兄啊 片刻后 楚清皇踏入御书房门 若有所思的看了三人一眼 今天怎么没站在一起 发生什么事了 三人恭敬行礼参拜 还是陆深开了口 方才沈大人来了 楚清皇没觉得 有什么很平静 沈仲景他给你们交代了什么 陆深小心翼翼的试探 只是一些不重要的小事 本不需要亲自跑一趟的 只怕沈大人 不是为了交代事情 而是为了 楚清皇算是明白 今日站位不对的原因了 直接打断他的话 御书房是朝廷重地 不是你们胡思乱想的地方 七月是个女子 沈仲景对他有意思想娶回家 就这么简单 不必大惊小怪 不知情的于秋白 和陆深精的下巴 都快掉地了 七月也无暇理会 两人的反应 天知道这些日子 他为了隐瞒 自己女儿身的真相 又要澄清 自己没有断秀的癖好 多行为 没想到女皇陛下 说出真相 是那么轻松平常 陆深像是发现了新大路 所以我在电视上 输给了一个女子 难怪他说起 女子自强的好处时 头头是道 原来本就是 站在女子的立场说话 发现同僚几日的少年 是女子 好像也挺好 早知道 楚清皇把他们心里的想法 活面上的话都听了去 关键时候出声掐断 早知道什么 你也女扮男装 陆深描懂 赶紧闭了嘴 楚清皇又正式训话 你们是西齐学子中的翘楚 应当把心思放在正式上 在镇这里 无论男女都一视同仁 有能力够忠心 自然会得到重用 七月留下 你们两人先回去吧 随后 楚清皇认真提点七月 如果你想在仕途上走得远些 就要分清孰亲孰众 七月连忙表态 陈并没有起而女情长的心思 楚清皇逆了他一眼 你是西齐第一个女状元 朕愿意提板 朕的身边 也确实需要一个 志在仕途的女官 但是 你必须先认清自己的身份 若一门心思谈情说爱 就没有办法快速提升 七月缓缓点头 陈明白 陈定当竭尽全力 绝不辜负陛下的期许 楚清皇很满意的点点头 选择这条路 就得做好得失准备 要做替朕分忧 为百姓办事的女官 既然在朕身边办事 明天就搬进宫里来住吧 温战正跟媳妇 云瑶郡主品茶赏月 就迎来了不速之客沈仲景 温战还记得沈仲景 说他眼神有问题 故意逗他 小弟这双桌眼可看不明白 沈仲景叹了口气 温兄别开玩笑了 我的人生大事 眼看就要断送我 是我出言不逊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就帮我这一回吧 温战如今幸福甜蜜 有意无意的炫耀一番 不是我不想帮你 我这婚事 本就是陛下作媒 可你的却不同 云瑶郡主在一旁听了 也忍不住发笑 那你当初干嘛推三阻四的 温战眉眼弯弯 此一时比一时吗 他便给沈仲景 讲起了他和云瑶郡主的故事 半年前 温战去荣王府 正式回绝与云瑶郡主的亲事 荣王是真的很想 温战成为他的女婿 奈何本人不愿 他也不好抢求 只要求温战 亲自去跟云瑶说清楚 温战那时从没想过 自己一个时辰后 会立马赶如意 到了谢 立即就去了后院 远远就看到 秋千架上的云瑶郡主 听到他和丫鬟 正在猜测 自己是个什么样的 天下的男人 除了皇夫 谁不想娶小姐 那温战定是小姐的 如意郎君 胡说什么 八字还没一撇呢 温战轻壳声 打断了他们 云瑶郡主扭头来 轻力脱俗的容颜 惊艳了温战 你是谁 我怎么没见过你 丫鬟也凶巴巴的警告 你不要乱来 这可是荣王府 只有你能配得上我 不是什么 我都没有不好意思 你不会害羞了吧 丫鬟也很有眼力尽的借口 换点心 留给他们两人独处的空间 月屈膝领命退了出去 想到即将远离沈仲景那只狐狸 一时不知道该庆幸 还是惆怅 走到宫门口 依然能看到沈仲景等候的身影 七大人 我们一起回去吧 七月看着沈仲景 温文尔雅的笑脸 莫名有些低落 沉默地坐上他的马车 沈仲景敏锐察觉到 他心情不好 你这是什么表情 被陛下训斥了 七月摇了摇头没有 鼓了半天的勇气才抬起头 沈大人 我明天就搬走了 沈仲景目光微脸 不想错过 七月丝毫表情 搬走 为什么 七月语气沉了沉 于秋白和陆生都知道 我是个女儿生 我在这样住在沈家不合适 沈仲景皱着眉 你不会是 喜欢上他们其中一个了吧 七月只觉得 他有些莫名其妙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沈仲景见状 心情才舒缓了下来 既然不是 为何不能住在我家 七月回应 男女瘦瘦不轻 沈仲景直接笑了起来 这好办呀 你嫁给我 我就没人说闲话了 七月觉得他的笑容 还挺谎眼的 撇开了眼睛回绝 之前你说让我考虑 现在我考虑清楚了 要以仕途为重 下一秒就被毕咚了 沈仲景灼热的气息扑面来 七月脸色涨红 吓了一大跳 你要干什么 沈仲景皱纯看着他 你真的对我一点想法都没有 连一点点的喜欢都没有 七月有些慌乱 只好搬出女皇陛下 做挡箭牌 是陛下不让我嫁人的 沈仲景很诧异 这怎么可能 前段时间 陛下明明有意 撮合我们这些前世军婚姻的 七月害羞的垂下谋 陛下说了 我是袭击第一个女状元 要专心辅佐陛下 不该被儿女私情 占据太多精力 明天我要搬到宫里去住 沈仲景安静下来 苦闷的看着七月 这也是陛下的意思 如果我能让陛下同意呢 七月哼了声 除了陛下 谁还能让我住在宫里 我先回去了 沈仲景一个人 在马车里苦思冥想 忍不住怀疑 女皇陛下 是不是故意想刁难自己 温战成亲那么顺利 红鱼也干干脆脆 跟着那没人性的端木无忧走了 凭什么自己娶个妻子 就这么难 一个时辰后 沈府管家实在看不下去了 少爷 天黑了 快进府吧 沈仲景叹了口气 本大人连入了府的人都追丢了 还进去干什么 管家温省安抚 毕竟也不是谁 都像温大人一样 顺顺当当就澄清了 这话倒是点醒了沈仲景 直接策马前往温府 温战啊温战 现在兄弟有难 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温战郡主很随心自然 一点都不做错 来帮我推秋千 丫鬟的手精太小 根本推不高 温战有些迟疑 觉得不太合规矩 但云摇郡主的率真性子 倒很合他心意 云摇郡主多了嘟嘴 我是你为过门的妻子 现在又没有别人 你帮我推一下秋千都不肯吗 温战想了想 算了 我帮你推就是了 随后就是纯粹的笑脸与笑声 温战一下下的推着心情 也随着大好 自己明明是来拒亲的 却陪他玩起来了 但是这种感觉好像也不错 片刻后两人席地而坐 云摇郡主笑得很开心 爹说的果然没错 你比那些无聊的家伙强多了 你说我过了门 进了温府 还能这么玩吗 温战本就向往自由自在 眼前的云摇郡主 貌似和自己志同道合 他在这一刻改了主意 说了句当然 你想这样自由自在玩一辈子吗 云摇郡主毫不犹豫点头 那当然 去了温府 我爹也管不到我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温战温和一笑 好 我答应你 我们一起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温战讲述完故事 笑容里一出了堂 情况就是这样 一见钟情 有时候缘分来了 挡也挡不住 沈仲景听完只觉得好酸 凭什么你们两情相悦 还一句相投 我就这么拿 温战叹了声 男追女隔层山 女追男隔层沙 何况陛下还不为你做主 沈仲景苦闷着一张脸 那兄弟我 岂不是彻底没希望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温战笑了笑 话也不能这么说 陛下留七月 无非是为了女官大计 你帮陛下解决问题 陛下自然会解决你的问题 不过今年是没什么希望了 陛下要陪皇夫大人回娘家 等明年开春吧 沈仲景闻言 有如晴天霹雳 回娘家去阎国少说的几月 我的追七路 真的好难啊 月初 楚清皇和福仓 把政务交给荣王等人 便带着女儿 启程前往阎国 阎国王上 魏无双率领阎国大臣们 早早就到王城外迎接 阎国大臣 其实很不希望 扶仓这个王储现在回来 大王多快半个时辰了 从驿站骑马到此 分明用不了这么久啊 魏无双摇摇头 慢就多等一会儿 或许是路上游山玩水了 不急 没过多久 一辆马车缓缓驶来 大臣们有些纳闷 不是说西齐女皇和皇夫大人 都是一流的高手吗 怎么不起马呢 魏无双好脾气开口 他们又不是来打仗的 自然要讲理数 直到他们看见 从马车里走出来的王储 怀里抱着个孩子 才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过堂堂复仪天下的皇夫 居然亲自抱孩子 怎么连个随行伺候的侍女都没有 魏无双关注的点 才不是这个 那一定是本王的孙女啊 马溜的上前行礼 女皇陛下远道而来 小王有失远迎 楚清皇及时开口 阻止了他的礼节 王上不必多礼 我跟扶仓早该过来一趟 只是政务繁忙不得空 还请王上误见怪 又把小锦鱼接过来 这是我跟扶仓的女儿 王上觉得像谁多一点 要不要抱一抱自己的孙女 魏无双看着怀里的孩子 心里有些感慨 他很清楚 女皇陛下是给扶仓的面子 才跟他这个父亲多客套 看来扶仓在女皇 心里的分量很重 特别开心的伸手接过来 都像 好像像女皇陛下多一点 实不相瞒 昨儿个 我还跟大臣们讨论王储一事 身后跟着的大臣们 闻此言 脸色骤变 心里富匪 大王还没进王宫 就说正事了 还是王储之事 不太好吧 楚清皇 只当没有听见 颜国大臣们的心声 笑问王储怎么了 魏无双笑答 扶仓虽然是颜国王储 现在已是西齐皇夫 成了西齐的人 颜国应该另选一个王储 楚清皇文言语调平静 扶仓是西齐的皇夫 却也是颜国的王储 这并不冲突 无双陪着笑 另立王储 也是方便扶仓在西齐 能安心辅佐陛下 无必再忧心颜国之事 楚清皇这会儿气场全开 直言不妥 王储岂可轻言费力 况且颜国也没有比扶仓 更合适王储的人选吧 有机灵的大臣笑着打圆场 试图把这个话题接过去 女皇陛下舟车劳顿 此事还是从长计议吧 王上已经备下九席 为您接风洗尘 用了膳食 陛下和皇府好好休息一夜 明日再一正事也不迟 楚清皇哪能任由他们 欺负扶仓 霸气护夫 没关系 我们可以边吃边聊 外三个儿子 魏昭 魏晨和魏轩 颜国出美人这句话 一点都不假 三位王子带了点引诱心思 齐齐功身建立 楚清皇看了他们一眼 语气淡淡 年里北疆覆灭之后 颜国得到了自由 王储跟镇联姻 以后西齐和颜国 便是实打实的一家人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皇夫是镇心悦之人 镇护着他 所以护着颜国 若颜国以后不是扶仓做主 镇就没有继续庇护颜国的理由了 众人闻言心头凛然 若是幻王储 颜国或许就会像北疆一样 得不偿失啊 女皇陛下霸道护肤的态度 让颜国众人 失了争一争的心思 国舅爷端起九斩 结果此事 王储之事 还请女皇陛下放心 王上一直不曾同意幻储 以前不会 以后也不会 魏无双本就没多少心思 如此正好 跟着端起九斩 国舅爷所言甚事 敬女皇陛下 宴会散场后 楚清皇和福仓 带着女儿 去了颜国王后的寝宫 而魏无双另外三个儿子 还有些蠢蠢欲动 我们真的一点机会 都没有了吗 这可是颜国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若是暗杀成功的呢 魏无双无意听到 直接冲过来 好好教育了一番 收起你们那些小心思 你们不想活了 别拉颜国下水 什么都不懂 还想消想那个王位 扶仓是干什么的 当年他怎么做了王储的 都忘了 魏臣也心有余悸 父王 难道颜国的命运 就任由他们操控 王爷吧 基于得不到的权利 只会伤害自己 魏昭叹了口气 父王 那颜国到底是咱们说了算 还是西齐说了算 只要西齐没有不同的意见 就是咱们说了算 那还不如直接把颜国交给扶仓 我们还省得劳心劳力 魏无双文言眉头一条 还当了几天 王子就想着退休 难怪不如人家扶仓 魏昭也很无奈 这不是一步到位 少走几年弯路吗 扶仓毕竟是王后的亲生子 既成大统 也是合情合理 虽然是亲母子 但好像还没见过面吧 始终血浓雨水 现在不就见到了 魏无双成功把三个儿子 带出了泥坑 中国王后 这是一个美丽温婉的世家女子 她至今都还没有从亲儿子 被调包的事情走出来 当贴身太监通知她儿子回来了 她第一反应是魏昏 是恒儿回来了 对不对 太监也有些无奈 娘娘是王储扶仓 她才是您的亲生儿子 娘娘又忘了 王后又怎么能忘得掉 十八年的时间里 她一直把魏昏 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 一口饭一口水 追着魏大的 不管魏昏性情如何 那孩子也是他看着长大 付出了所有母亲 该有的温情 也收获了孩子的孝心 是多少人羡慕的母慈子孝 直到那一天 魏昏起身要前往西齐 娘 孩儿要去西齐 办一件大事 说不定能让阎国 从此强盛起来 王后没想到 那便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娘不图你建功立业 只要你平平安 回来就好 最后才知道 养育了十八年的儿子 不是自己的亲儿子 而亲儿子两年前回来 雷厉风行夺得了王楚位 还没来得及相见 人就又回了西齐 他对亲生儿子很陌生 母子情分 很是淡漠 在他思绪飘远的时候 楚亲皇和福仓 进入了宫殿 看来王后不是很欢迎我们啊 王后回神微正后摇摇头 女皇陛下误会了 我没有不欢迎 楚亲皇直接把他后半句 心声说了出来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王后目光落在福仓脸上笑了笑 女皇陛下说笑了 请坐吧 王楚也请坐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福仓 这两年也没太了解外面的事 这是西齐的小公主 我可以抱抱吗 楚亲皇微微轻笑 当然可以 她也是颜国的小公主 王后看着怀里的孩子 眉眼柔和了几分 长得跟福仓 却有几分相像 血脉关系是抹不掉的 忽然在脑子里 对比了一下亲儿子 与假儿子的样貌 明明相差甚远 可自己却没有发现 儿子被掉了包 王后眼眶隐隐发红 我早该想到的 保护不了儿子 也分辨不出真假 真是太没用了 楚亲皇亲身安抚 严国三十年前 有位擅长设魂术的国师 西齐已故的那位太后 也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 轻易调换三个人的绅士 背后定有高手配合 王后只是一介柔弱女子 被人用了手段 抹掉一些技艺 也是正常 不必太过自责 我们这次来 本就是想让福仓跟你拒一拒 她曾经在暗阁受训十余年 七情六余淡漠 对谁都如此 并不是对王后你冷淡 王后文言歉疚地看着福仓 假儿子被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 亲儿子却 这些年苦了他了 楚亲皇淡笑 王后不必心疼 她是个强悍的人 从不觉得自己苦 王后的心结也解开了 她会弥补错失了十八年的母案 说到底 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 楚亲皇见状也很开心 如今已是苦尽甘来 你们母子团聚 何尝不是喜事 福仓默默点头 心想 反正只要是暖暖说的都对 这会儿 一袭粉色长裙 大约十二岁模样的姑娘 跑了进来 娘我回来了 王后便给楚亲皇两人介绍 女皇陛下 这是我的女儿卫妆 也是福仓的妹妹 她白天从其他贵女去上学 晚上才回来 卫妆生性纯真 恭恭敬敬地朝楚亲皇 和福仓行礼 参见女皇陛下 参见王兄 楚亲皇对卫妆的印象很不错 因为她的心声很干净纯粹 淡淡一笑 卫妆 你生得很好看 卫妆阴下是妆容的妆 陛下也很美啊 福仓沉默地看了一眼 这个便宜妹妹 她也是第一次见 她会娶别的妻子吗 王后也被这话吓了一跳 福仓感觉到脸疼了 这妹妹不禁夸啊 妥妥地坑戈人设 如果王后 好不容易跟亲儿子福仓相认 亲女儿一出现 就来坑戈 王后忙叫一喝止 妆儿胡说八道些什么 你王兄和女皇陛下 成亲了 怎么可能还娶别的女子 卫妆干孝 我就是随口问问 福仓也盲补一句 这么无聊的问题 以后不要再问了 可卫妆神经很大条 她还是弱弱开口 是女学里有贵女看上了王兄 想嫁给王兄为妻 所以托我问问 我不是故意的 福仓沉默了 要是这妹妹不爱说话就好了 那有这样坑戈的 楚清皇听有人 竟然敢打她皇夫的主意 心情也不太好 那贵女不知道 你王兄已成过亲了 卫妆有些紧张地回答知道 不过她以为王兄回来以后 就不走了 楚清皇恩了一声 那你明日去女学的时候告诉她 你王兄是袭击女皇陛下的人 让她死了这条心 福仓也紧跟着开口 你再告诉她 就说 我跟陛下连孩子都有了 让她另理良绪 别吃心妄想 卫妆看哥哥嫂嫂的感情 坚如磐石 夫妻像极好 弱弱的呕了一声 好的 我定会一字不漏地转达 楚清皇对这个心思 单纯的妹妹 还是很喜爱的 开口邀约 她想去西齐玩 随时都可以去 会让人好好招待 毕竟她王兄 扶仓以后不会 经常回言过 卫妆文言欢喜 全在脸上 我真的可以去吗 王后笑着插了句话 她还是个小姑娘 去西齐是不是太危险了 听说那边 动不动就会死人 楚清皇解释道 那些搞小动作的家伙 已经被肃清了 现在的西齐和亲海燕 安全得很 再说 郑本身就是女子 她到了西齐 就是郑的人 谁敢打她的主意 王后文言 还是有些不放心 可她话还没说 贵妆就兴奋 而崇拜的开了口 女皇陛下说的对 我最佩服女皇陛下了 盘古开天辟地以来 都没有哪个女子 像女皇陛下这么厉害的 连北疆都被女皇陛下打败了 我们再也不用受北疆欺负 不用把女子送去和亲 讨好她们 女皇陛下就是天神 王后久居深宫 谨慎小心惯了 一脸无奈地打断 卫妆的话 庄儿今天怎么这么多话 楚清皇但笑没关系 小妹天真烂漫 我很喜欢 听说女子不如男 西齐今年就有一个姑娘 参加科考 成了西齐史上第一个女状元 卫妆佩服极了 她好厉害 做了西齐第一位女状元 那我行不行 我可以做西齐第一位女将军 楚清皇文言 多了几分政策 你想做女将军 卫妆一抹随即摇头 女将军我好像不太行 我太笨了 什么都不会 王后忍不住笑出声 确实笨 宫里的规矩 怎么学也学不会 一点公主的样子都没有 卫妆不在意的嘟嘴 学那么多规矩 把天性都束缚住了 对女子一点都不公平 王后很无奈 语气里满是宠溺 伶牙俐齿齿 我说不过你还不行吗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 用完晚膳 各自回房休息 楚清皇看着惯性 伺候自己洗脚的福仓 笑了笑 你那个妹妹 真是天真烂漫 还好北疆灭亡了 不然真是被卖了 还要帮人家数钱 福仓认同的点点头 多亏女皇陛下英明神武 及时灭了北疆 保住了阎国这些少女的命 楚清皇故意调侃 我倒是没想到 阎国有女子 正偷偷打你的主意 看来皇夫大人魅力不浅啊 福仓很乖绝 都是暖暖调教友方 暖暖辛苦调教的成果 怎能便宜了旁人 楚清皇用脚勾起福仓的下巴 笑得意味深长 这算什么调教 真正的调教你 还没见过呢 首先需要准备一根鞭子 一副镣铐 条件允许的话 也可以准备些别的 福仓笑着压了过去 那我让人把东西送过来 楚清皇捧着他的脸捏了捏 怎么感觉 你好像很期待的样子 这里是阎国 你身为王储 要有王储的样子 福仓对答如流 若果哪来的威严 把女皇陛下哄开心了 才是我这个王储该尽的责任 楚清皇被压倒在床 笑看着福仓 没想到在你心里 我居然是个暴君 福仓胆子和脸皮越来越厚 冤枉了陛下 陛下是个真真正正的圣明君主 盘古开天辟地以来 最厉害的女皇 楚清皇翻身把福仓扑倒 嘴角勾着笑 那朕就让你尝尝女皇的厉害 一个月后 楚清皇和福仓 从阎国返回西齐 让人惊奇的是 女皇陛下和皇夫离开树 朝中大臣们居然没有揽着 事件处理的格外周到 老臣们很清楚 女皇陛下培养新贵 就等着逮老臣们 犯事好直接罢处 所以他们格外勤奋爱民 安分守己 绝不让女皇陛下 有罢处的理由 没过多久 游山玩水的太上皇 也赶回来 瞧自己的外孙女 抱着小锦鱼 爱不是手 贤妃也笑着提醒小心点 你抱着的 可是稀奇楚君 太上皇闻言 扭头看向楚清皇 吃一片刻还是开了口 清皇 你真立了他做储君 可他是个女孩子 楚清皇笑脸一收正色起来 父皇 女孩子怎么了 我不也是女孩子 太上皇看着自己 这么强悍霸道的女儿 一时静无言反驳 太上皇特意回来见孙女 得知小孙女 已经被立为储君 他还是开了口 我觉得男人更适合 征战四方 执掌天下 女子说到底 还是柔弱了些 就应该被宠着 楚清皇闻言很不认同 我不信 女子大多柔弱不假 不过恕我直言 楚清皇族的男子 比女子更柔弱一些 太上皇想起 自己那几个不争气的儿子 连女儿十分之一的气魄 都比不了 煞食无言以对 贤妃笑着打圆场 就是女皇陛下 可比你这糟老头子强多了 话说回来 景云他会说话了吗 楚清皇微微一笑 会一点 但是不常开口 太上皇的注意力 也转移到了小景云身上 乖孙女叫声爷爷听听 小景云不理他 反而在怀里挣扎 难得开口 却吐子很清晰 不要你抱 太上皇有些摸不着头脑 刚才不是还抱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变脸了 楚清皇从他怀里 接过女儿笑了笑 谁让父皇说女子柔弱的 景云都不高兴了 他又柔生 哄着小景云 乖景云 你才不是柔弱女子呢 你比娘还要厉害 当了半天背井的扶仓 也过来哄女儿 是啊 景云抓周的时候 一抓就是一个天下 将来一定很厉害 太上皇看楚清皇这两口子 是铁了心 要开女皇连任的先河 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 让他觉得很有必要开口 劝一劝 清皇 按说我已经上位 不该插手西齐正事 楚清皇毫不客气打断 对啊 您安心享福不就好了吗 太上皇一夜 又接着开口 可我不能眼看 西齐江河日下 天下四大强国 皆以男子为尊 即便是东陵 也只有一任女皇 在位时间也不长 楚清皇也不让步 笑看着太上皇 父皇记错了 东陵历史上 出过三任女皇 小景云瞟了眼太上皇 这爷爷一点都不可爱了 太上皇威摇头 那又如何 东陵的宿命如此 二百年一任女皇 也绝无继任的先例 楚清皇淡定从容回应 墨守成规 自然衰落 西齐只有打破规则 才能强盛下去 楚清皇真真见血的话语 让人无法反驳 专业打圆场的贤妃 拍了拍太上皇 你都退位了 就别操心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太上皇一末 难道你也觉得 我的想法不对 贤妃温和轻笑 你说女儿柔弱 可清皇偏偏就比你 那几个儿子强太多 清皇登基之后 西齐这些年的国情 可比你这个父皇 强上一百倍都不止 你说对吧 若真是让那几个儿子 其中一个执掌西齐 被灭国的 说不定就不是北将了 这番话 直接掐到了太上皇的七寸 说得他哑口无言 片刻后 太上皇完全放弃了 说服楚清皇的想法 清皇的魄力和本领 的确是千年难遇的好皇帝 是我作茧自负了 罢了 过几日离开京城 眼不见心不凡 贤妃笑着 把太上皇带走用膳 这就对了吗 太上皇要有太上皇的样子 游山玩水多好 与此同时的御书房 自打七月的女儿身被揭穿之后 陆绅总是忍不住偷偷看他 七月 你真是女的 七月已经习惯 文言只平静回了一句 如假包换 陆绅脱口而出 你一个女儿家 怎么也来科考入室 抢我们男人的功名 七月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 什么叫抢 你怎么不说 女皇陛下 抢了男人的皇 陆绅秒认诵 赶紧打断 祖宗我错了 这句话可不能乱说 骤然明白 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真有道理 于秋白也忍不住笑出声 想要陆兄死可以 但是这样做 容易连累他家里 七月哼了声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 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 你们三个不好好干活 在里面嘀咕什么呢 住房里 今年的新秀们正在斗嘴 友谊气氛相当不错 沈仲景突然出现 你们三个不好好干活 嘀咕什么呢 我来送个折子 不知道方不方便 于秋白很有眼力镜的接话 自然是方便的 沈大人请进 七月暗暗叹了口气 怎么又来了 真是阴魂不散啊 沈仲景无法听到七月的心声 从容的走过去 参政也有些时日了 感觉怎么样 适应了吗 七月没答话 陆绅却笑着回应 已经适应了 多谢沈大人关心 沈仲景扭头看了一眼陆绅 心想 这家伙眼力劲真差 瞎搭什么话 谁问你了 陆绅有些猛 怎么回事 沈大人好像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沈仲景转身丢下一句警告 你们忙吧 快到年关了 力不考核在即 不要因私废工 还有御书房重地 不可交头接耳 打打闹闹 免得遭人弹劾 陆绅几人恭敬的领命 等人走后 陆绅长叹一口气 完了 被沈大人惦记上了 无辜被迁怒啊 七月有些莫名的看了他一眼 想什么呢 他只是提醒我们 注意规矩 惦记你干什么 声哼了声 有没有胡说八道 你心里清楚 其他部的折子 都是派小官来送 唯独这利部 是沈大人亲自送过来 同为男人 他这点心思 我还是看得明白 沈大人掌管着 所有官员的考核奖程 升迁贬折 不敢得罪啊 于秋白淡淡开口 不会的 有女皇陛下在 朝廷没有哪个官员 敢以权谋私 公报私仇的 陆绅点点头 于兄说的倒也在 不过还是谨言慎行的好 沈大人能在利部做老大 简直是人精中的人精 万一沈大人 给我们穿小鞋 这辈子仕途 就到此为止了 之后 沈仲景去了 九华殿求恩典 七月侍臣的学生 年官将至 又背井离乡 不如 不如让他去沈家过年 楚清皇 直接把他后半句 给补了出来 沈仲景抬手作衣 陛下英明 吴皇万岁 楚清皇声音很淡 少拍马屁 长明宫的随侍女官 你想要走就要走 沈仲景声音弱了弱 可还是不死心 陛下 朝臣都放八天假 他不是也该有假吗 忙了这么久 总该放他两天假吧 楚清皇淡孝 两天 真看你巴不得 要两个月的假吧 七月既然不便回家 可以多看些 卷宗学习学习 也不算荒废时日 沈仲景憨笑 臣不敢 不过真的可以吗 楚清皇声音淡淡 过完年 朕要离京一趟 往返大概要两个月 朕离开期间 你随时可以 与七月见面 沈仲景虽然很诧异 陛下 刚从严国回来 怎么又要走 不过能与七月随时见面 那真是太好了 楚清皇看他一脸欢喜 坏坏一笑 朕给了你机会 你要知道珍惜 若是回来之后 发现七月的工作不合格 朕未已是问 沈仲景好无奈 一边追妻 一边还要帮陛下 培养一个得力女官 曾经的几个士君 就最难了吧 当天晚上御书房下职 沈仲景就跟七月说了 过节去闪家一时 不要担心和不合规矩 陛下已经同意了 七月威亚低眉 可年价很宝贵 我要奋起直追 趁休息的时候 多请教陛下 多学一些东西 沈仲景满脸欢喜一将 这的意思是 你不想过节 七月有些扛不住 那灼灼目光 心虚的低着头 其实也不是 沈仲景瞄懂 那你是不想在沈家过节了 然后又装作一脸受伤模样 陛下本来不打算放你的假 我好不容易 才给你求了两天的时间 没想到啊 七月总是对沈仲景 出而反而 这会儿扛不住了 你这是什么表情 京城唯一的家人 也就两天 你想多待都不行 陛下不让的 七月叹了声 沈大人还真是坚持不懈啊 以大人的条件 找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并不困难 沈仲景皱眉 无悦地看着他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 是不是仪情别恋了 说吧 是于秋白 还是陆深 沈仲景的一腔真情 全给了七月 但凡有点时间 他都想和七月一起度过 坚决不会给任何人可乘之机 然而 七月始终不明白 以沈大人的条件 找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很容易 为什么非要是自己 沈仲景脑子里想起警钟 难道你是仪情别恋了 说吧 是于秋白 还是陆深 七月白了他一眼 我的目标是 跟着女皇陛下治理稀奇 谁要跟你们这些家伙在一起 你要是这么着急娶妻 何必非要纠缠我呢 沈仲景文言和颜悦色了起来 只要你没看上 他们就成 我再重申一遍 我看中的 就是你不甘于 做个贤妻良母 七月又解释 可我这样的性情和身份 的确不适合 沈仲景不认同这话 身份怎么了 你现在官职小 以后得了陛下重用吗 后面的话一卡 像是想到了什么 难道说 你是想着 以后升了职 成了陛下面前的红人 再嫁个更好的 七月哼了声 真是小人之心 那些世家公子外强中干 择妻标准 都是要求贤良淑德 秀外会中 哪里敢娶我这种 不守礼教的女子 沈仲景心想 世家公子择妻 真正看重和想要的是家事 强强怜姻 为的是人脉和势力 七月女扮男装 在陛下身边 妥妥的前利骨 以后七月 自己就是人脉 只怕那时满朝官员 都上赶拙 想让自家儿子娶她 大人在想什么呢 七月的声音 让沈仲景回了神 没什么 你不要再叫我大人了 怪身份的 叫我景哥哥怎么样 七月不自主的红了脸 不怎么样 这么肉麻的称呼 我可叫不出来 我们的关系 还没到这个地步呢 最终 七月还是如了 沈仲景的愿 去沈家过节 话说 我在神府过年这事 沈仲景 他老人家知道吗 会不会像上次那样 沈仲景很淡定 他暂时不知道 不过马上就知道了 怕什么 天塌下来 有我顶着 而然一进房门 沈仲景 就拿着戒指破口大骂 沈仲景 你和男的私混也就罢了 居然还带回家过年 看来 我得给你请郎中 看看脑子了 七月女儿生的事情 知道的人甚少 沈仲景暂时也没想 告诉他父亲 或者七月解释 这是女皇陛下的意思 沈仲景 完全不信 你少胡说八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又拿女皇陛下 荡荡剑牌 沈仲景一本正经回应 父亲若是不信 现在就可以进宫问陛下 沈玉使文言 怒火就这么歇了下去 真是女皇陛下的意思 沈仲景无比笃定的点头 真的是 七月离家远 又刚入朝 不能回家过年 所以陛下才这么安排 沈玉使明白了 觉得七月还是个少年 确实怪可怜的 便冷冷警告沈仲景 总之你最好别闹出 什么不好的传闻 否则我饶不了你 沈仲景咪咪笑 放心吧 父亲大人 孩儿铭记在心 房间里只剩两人后 沈仲景笑看七月 搞定了 父亲大人 还是很好说话的 七月你没看着他 我觉得我以后还是别来了 每次看到玉使大人那双眼 我都觉得 我像是见不得人的老鼠 沈仲景低笑一声 哪有你这么好看的老鼠 七月没好气的给了他一拳 我说正经的 没跟你开玩笑 沈仲景忽然弯腰和他平视 我也说正经的 莫非你 不如老鼠好看吗 两人有说有笑 来到了有七月之前住的房间 你的住处一直保留着 每天都有人打扫 七月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只能道多谢 沈仲景偏头看他 眼里荡着无尽温柔 客气什么 反正你迟早会成为这里的女主人 七月文言正色了几分 沈大人本是重臣 为何屡屡于月里数 轻慢于我 我不喜欢这样 沈仲景明明在笑 目光却渐渐深邃 声音也低沉了许多 我只是忍不住对你的感情 你觉得 我不是个合格的夫婿吗 七月看着 近在咫尺的这张俊脸 好看的 让人忍不住心动 却说不出 让沈仲景也心动的话 沈仲景见他呆愣模样 颇有些无奈 那你是不是讨厌我 越想到沈仲景 这些日子以来 对自己有意无意的照顾 虽然这个人嘴巴渐渐的 但对自己真的是极好 他不想再逃避 把话题摊开了来说 不是讨不讨厌的问题 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我既为婚配 又无婚约 沈仲景的言辞 实在太过梦浪了 沈仲景沉默片刻 转身欲走 抱歉 是我没有尊重 你的感受 你先休息吧 这里不会有人打扰你的 见沈仲景这模样 七月忍不住紧张 怀疑自己是不是话说得太重了 出声喊住了沈仲景 我并不是讨厌你 或者不喜欢你 只是这一切都得太快了 沈仲景嗡了一声 我明白 你不用解释 七月盲摇头 你不明白 对于沈仲景的靠近我 其实并不介意 但是那种视为囊中物的 轻易称呼和举动 我不习惯 沈仲景伸手 想要摸摸七月的头 看见他眼底的不安和抗拒 停住了动作 抱歉 方才是我唐突 我向你道歉 未来两个月 你要跟着我学东西 陛下回来会检验成果 七月抬眸看他 那这两个月 是不是我 每天都要跟沈大人在一起 沈仲景微叹了口气 放心吧 我不会对你怎样的 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七月忙接话 我不担心这个 只是不知道要学些什么东西 沈仲景早就为他想好了 你是陛下的第一个女官 陛下恐怕事无巨细 都会考验你 若是能对文武百官背景喜好 了如指掌 成为活字典 陛下自然会气重 七月眼前一亮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不愧是沈大人 沈仲景目光温柔地看着七月 你有你的志向 我有我的追求 既然你志在仕途 那我们就以仕途为重 我会帮你尽快上手你的工作 两年时间 我祝你清云直上 若是两年后 你没有心仪的男子 就叫我为妻吧 七月听他说完这番话 忍不住有些动容 既不耽误仕途 又有选择的余地 他实在温柔体贴到 让人无法拒绝 况且沈仲景 又是那般年轻有为 风流倜傥 私心里渐渐接受了 这个人的存在 默了默便郑重地点头 答应了两年之约 黑院容战未婚妻登场 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几日后 楚清皇带着皇夫和女儿 站在了苍云山脚下 他忍不住感慨 每次来这儿 都觉得爹和娘亲真会享受 扶仓认同的点头 师父的眼光一直都很独到 楚清皇偏头看扶仓 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扶仓嘴角微扬 五年了 撇开初入掌公主府那一年不算 从凤锦之被修开始 那一年我十七岁 如今已经二十二岁了 时间过得真是快 楚清皇心有所感 身边有个体贴的夫君 膝下有乖巧聪慧的女儿 双亲健在 自己的人生很圆满 身后忽然想起 一道熟悉的嗓音 你们终于来了 楚清皇扭头微微诧异 二哥 你什么时候到的 轩辕荣战笑着回应 起码自然比做较快 我也就刚到两天 看到扶仓怀里的小锦鱼 就挪不开眼 这是我的小外甥女吧 长得真好看 来 给舅舅抱抱 就在她要伸手接的时候 一个少女因忽然想起 我还没抱呢 你这什么急 轩辕荣战 回头看着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吓了一大跳 你怎么跟上来的 扶仓和楚清皇也纳闷 这姑娘是谁 而且 刚才居然都没察觉到 女子的存在 少女俏皮的冲着轩辕荣战 眨了眨眼 别管我怎么跟上来的 我露露自有办法 扶仓忽然剑指少女 你是什么人 究竟打算干什么 少女丝毫不慌张 反而打去上了扶仓的剑 原来暗格首领的配剑是这样的 都这副场景了 轩辕荣战也不得不出声 师弟把剑收回去 他没有论 扶仓扭头看他 二师兄怎么知道 楚清皇若有所思 二哥敢如此肯定 想来是认识这位露露小姐吧 少女狠自来熟的微微一笑 我们何止是认识啊 我是战战的未婚妻子 楚清皇和扶仓脑子里 同时浮现一句话 老牛吃嫩草